說到營養午餐 台北市政府 曾吻吻吻來宣布說 將要割大來補助一些 綠色的核心營養午餐 說現在這家裡面 一年收談的 在這六十萬以下 這市政府就專業來做補助 不過這台北市的告訴會吻吻 吻吻來批評說 這種政策欠了長期的幾位 選舉還要到了 所以有多次吻吻吻 這是不是選舉的支票 目前台北市的計算力好 或是家庭年所 在30萬以下的核心 營養午餐已經專業補助 今年九十九年代 第一客戚已經開了 市府到郵交官地北河來宣布 這個客戚的扣大來補助 家庭年所得到六十萬以下 不可以先進行營養午餐補助 這客戚差不多需要 兩億六千多萬的金費 以後五萬的核心可以收費 當然我們是很希望未來在議會 這個預算這個審核的時候 也給我們支持 台北市政府共町 這客戚在市府又到六部 這邊分擔一般的經費的進行 可以來擴大補助的範圍 可是後客戚的經費要再打招 影響外界的質疑 他應該有一個長期的 一個全面性的一個規劃 那避免被一般外面民眾 很可能會解讀說 好像是一個 類似一個選舉之前的一個 一個牛肉選舉支票 台北市九十五任委 目前來進步 九尾部 市政府和學校都有提供 六四的客戚的補助 和中學徑 市政府應該進行所有的補助 提出登記的幾位 這可以真的補助 到每節的需要到三天的孩子 現在現在 但是跟它一起台北的